各位听证 2月27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日报 除经济回声报以外 其他各报头盘重要话题 纷纷围绕法国总统大选的话题展开 经济回声报则突出报道了 中国主席习近平力抓经济 在关键部门安插心腑 以巩固资深地位的情况 据中共下届党代会召开数月之际 中国主席习近平将目光描向 今年秋季中共核心领导层的换班安排 开始抓控经济事务 在重要的经济岗位上安置心腹 周一出版的经济回声报 在头版头条的写要位置看出报道 披露了习近平集中精力 为开始新一轮执政做准备的相关情况 报道指出 就在其活泼的夫人彭丽媛 忙着从特朗普的美国 赢回珍贵的大熊猫 并坚守着已经持续了十年的 防控肺结核与爱滋病亲善大使使命之际 中国主席习近平展开了大清洗 多名政经负责人 被更为亲近的人士取代 习近平在中国国内采取的铁腕政策 与其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的温和立场 形成鲜明对照 2012年掌权以来 习近平利用在各阶层展开反腐运动 达到清洗目的的手法 显现了与其他领导人的不同 该报驻京记者指出 中国正处在一个转型期 一方面 放缓的经济及飙升的债务 需要获得精心管理 另外一方面 特朗普在台湾、南海及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立场 需要实时提高警惕 本周二 美国总统将面对国会 阐述其经济政策 为下一轮执政做准备 习近平决定重点抓控经济 将亲信安置到关键的经济主管部门 被任命为重要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的何立峰 以及出任商务部长的中山 两位人物的共同之处 军委曾多次在仕途上与习近平相交 习近平还启用了一位 受到中国财经业尊重的专家郭树青 出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一职 尽管以上三人均接替因上一任年龄道线 退休空缺出来的位子 但这次重组 发生在习近平面对重要的政治时刻 以及中国面临多重挑战之际而颇显重要 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处于最近26年来最低水平 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在即 各方经济学者期待着当局为2017年的经济增长 定出明确的目标 与此同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中国解决不断上升的债务问题 中国政府必须面对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 该报驻京记者在另外一篇报道中 对中国总理李克强的地位提出疑问 报道指出 习近平在替换重要岗位领导人的问题上 采取的种种做法 难免不引发对总理作用问题的质疑 关注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些观察人士 强调任命经济岗位负责人 往往属总理管辖范畴 习近平任命亲信人物 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的做法 已在去年秋季发生过 李克强究竟去了何方 经济回声报还刊出了另外一篇报道 突出了北京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 所表现出的沉默态度 报道指出 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 中国将给予特朗普足够的时间去表现 然后才采取必要的行动 报道不无调侃地指出 美国新总统应该重读孙子兵法 以了解中国的政治思想 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种种表现 并没有引起巨浪 此外 经济回声报在高科技版业 披露了中国华为公司 推出一款高端智能手机的消息 非加罗报也在经济副刊 报道了法国奢侈品家具品牌 罗奇宝加快进军中国市场步伐的情况 各位听众 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由刘芳选播 感谢收听 明镬与点点栏目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